Hello, 大家好 今天呢 用于做测试的就是这台ThinkPad X250 X250的机器 我们进入BIOS 这个ThinkPad它的电脑进BIOS的方法是什么 在启动的时候按这个N台键 先按这个开机 OK 他现在再按这个F1 再按F1 进入BIOS BIOS里面关键设置就是这个Networker 就是config下面的Networker 然后进来这个WeekOnLearn 这里我现在设置的是A7温类 如果你想电池也能激活的话 换行的话 你就选这个A7安的Battery 就是下面 下面这个 不过我觉得A7温类就好了 设置完之后呢 按F10 你看这个提示F10 保存 回答yes 回答yes 它就存起了 现在呢 我们给它插上电 因为现在BIOS里面设置的是A7温类 只有插上电源的时候呢 它才能够换起 然后呢 第二把网线插上 你看到这里的灯在一闪一闪的了吗 绿灯亮了 并且一个黄色的灯在一闪一闪 如果你的机器能够换起 你的BIOS设置好了 它就在这里能看到 就是在你不开机的情况下 关机的情况下 网线只要是正常的 它就应该有灯在一闪一闪的 这说明有线网卡在工作 它可以联网 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够换起 如果它灯都不亮 你肯定唤醒不了 OK 唤醒这台电脑呢 一共有两种方法 要唤醒的就是这台 麦克地址是这个 43A1 等一下我点唤醒 OK 看到电脑正在启动了 这种状态就是正常的 已经唤醒了 正在启动 我这台X250的电脑 新加快的X250的电脑 没有做额外设置 因为我插上网线 我就发现它的灯在闪烁 然后直接发送 就把它唤醒了 这个现在的唤醒呢 是从路由器 路由器的管理界面 在它的本地网络里的 有一个那个网络唤醒 直接发送 就可以唤醒 不需要做 不需要配这IP 如果你想 从外网 唤醒它 那你需要给它配备 一个固定的IP地址 然后在你的路由器上 把端口 映射过来 然后这样它才能够唤醒 等一下我们再看 现在我们去 或许查看一下 本机的Mac地址 把这个Mac地址 发送到手机上 在手机上 我们把它创建一个 唤醒的这个设置 起个名字 X250 然后填入我们刚才 获取它的Mac地址 然后保存 然后就可以 点击这个X250 就可以计划了 可以唤醒了 OK 现在我们把电脑关掉了 现在看这个X250是关闭的 插着网线 插着电源 然后我们来看这个手机上 是怎么唤醒的 手机上呢 就是这个APP 电脑 是挺联敏的 一电就成功了 我还有一台X230的Singpad 笔记本电脑 它在这个Bios 设置了WeekOnline之后呢 这里的灯 这里的灯 它不会闪烁 这是为什么呢 我去查了一下 发现这个笔记本电脑 这个230 还要做一个 到温度室里面做一个设置 禁用它的快速启动 才可以 OK 给我们看一下怎么来设置 第一个是进入Windows设置 点这个系统 然后点电源和睡眠 然后再点这个其他电源设置 然后再进入选择 关闭笔记本计算机盖子的功能 然后进入更改当前不可用的设置 然后这样下面就可以改了 如果你这个前面 启用快速启动前面有一个 有一个勾 就把这个勾去掉 然后点保存设置 现在再来看这台X230的电脑 看一下它的网口 你看它的网口的灯是一闪 绿灯是亮的 黄灯在一闪一闪的 说明它是有通信的 是可以被唤醒的 还有一些朋友 唤醒成功之后呢 过了一段时间 放了一段时间呢 它发现这个电脑又不能唤醒了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跟路由器的一些设置有关系 路由器里面的这个 IP绑定 就是这个Mac地址 时间长了之后 它过期了 没有办法唤醒 怎么解决呢 像我的路由器 是在这个DHCP服务器里面 比方说我要对这台电 这个Mac地址 请持续唤醒 那我就点这个 应用本页设置 就可以了 这样呢 没有保存到 没有点加号 点这个 点加 OK 在应用本页设置 这样就好了 OK 保存到这里之后呢 这台机器就可以持续被激化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其他的远程开机方案 第一个方案呢 就是智能插座 答案 你买一个智能插座 是有一定的成本 这个插座呢 就使用方法 就是放在你的电脑前面 把你电脑的插头 插到这个智能插座上 智能插座就插到你现有的插座上 智能插座呢 我建议你买这种 可以看到功率的 比如说小米的智能插座 这样呢 当你打开之后呢 你知道后面的机器 是处于哪种状态 比方说它是正在运行的 它消耗到功率呢 比方说可能100瓦 如果它是带机呢 它可能有一瓦 休眠呢 它可能是多少瓦 总之是你通过功率 可能可以看到你当前电脑的状态 并且即便是你电脑死机了 你也可以直接断它的电 重新开机 这个我觉得还是挺好的一个方案 当然有一定的成本啊 然后这个插座呢 它对台词机来说呢 都支持的很好 你在BIOS里面设置那个上电之后呢 就是默认开机就行了 它有的叫来电开机 有的叫 Restore H4 Loss 这笔记本呢 就是有的支持 有的不支持 就我这边看到的情况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要在这个 像我的新派的笔记本是可以支持的 这个方案呢 我认为是比较好的方案 再看另外一种方案 就是用这个通胆器 通胆器这是一种 它这个地方要插到这个电脑 电脑的那个PKI插槽上 然后呢 呃 这里的出来这根线呢 呃 你你电脑的开机按钮 不是还有一根线吗 你这根线 它自带的这根线 你插到主板上 它出来的这根线呢 再插到你现在的 电脑机箱的电源按钮上 这样你电脑机箱的电源按钮 它这个 通胆器都可以工作 它的成本 大约是25元 这个呢 只有台式机支持 笔记本呢 就不支持 呃 这个 这个台式机电脑 基本上你能插得上的 都可以工作 适应性比较好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下一种 这个 激活方案 这种是把通端器和一个键盘呢 组合在一起 它通过这个 USB接口 插到你的电脑或者笔记本上 只要你现在的电脑 不管你是台式机还是笔记本 能够用键盘或者数标换起 那么这个方案就可以工作 当然 它对于 对于大多数电脑来讲 在完全关机的状态是没有办法 对于有些 电脑 它支持就是说一些电源管理设置 它可以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用键盘 这个方案 其实你自己做一个也是可以的 像我自己有一个这个 我自己开发的有一个这样的通端器 我可以通过手机啊 发指令下的这个通端器 接通 然后呢 我把我的键盘或者鼠标 其中的一个键 比方说我是通过鼠标的一个右键 再连接到这个通端器上 它就相当于我在手机上按一下 那么它就远程 就把这个鼠标右键按了一下 然后这个电脑就被换行计划了 启动起来 我们再看下一个方案 还有一个方案呢 我看到的就是 它是一个这个小机器 小机器手 它这里面是带电池的 带电池的是用蓝牙麦式做的连接 当然你需要一个蓝牙麦式的网关 那成本稍微贵一些 大概140 你从手机上下发指令之后 它先到网关网关 发到这个带电池的设备上 然后这个设备里面 这个地方 它会向下按一下 向下按一下 这下面是这个双面胶 你贴在你的电脑机箱上 或者贴在你的笔记本电脑 它这个地方就会去按压这个按键 你的电脑 就启动了 这个方案呢 适应性非常好 缺点就是有点贵 还有最后一种方案 就是我们今天介绍的网关系 虽然没有成本 但是配置比较复杂 要贯通网络 配置DDS 这现在是 当然DDS 其他的方案呢 也都需要 你不管是哪种方案 你需要一些 你想远程使用你家里的电脑 都需要配置一些参数 比方说你的路由器 你要配置VPN 或者就是映射端口 配置VPN的话 你远程通过VPN接进来 就可以控制你的电脑 如果你电脑 启动之后就可以控制 像我们的网络唤醒 你用VPN接进来之后 再去把它唤醒就可以 另一种就是映射端口 映射端口的话 像我们的网络唤醒 就是通过那个端口 有号端口 来对它进行唤醒 你想使用你这台电脑 你都需要DDS 这个DDS 可以配置在你的路由器上 也可以配置在你的 这个你唤醒的这台电脑上 总之你是需要一个 因为你的IP是变化的 你不能唤醒它 就不能够工作 我之前有做的另外一个视频 就是介绍这个DDS Go 它的这个安装使用配置的 需要的话可以去看一下 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开启远程桌面 远程桌面呢 你可以用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 你可以用这个其他第三方的程序 来做这个远程桌面 其他第三方程序 比方说这个Tim Viewer 或者是国内的一些软件 我不太喜欢国内软件 广告太多了 它启动之后呢 你就可以从远端进来 Tim Viewer可以帮你从过往传统的内容 这个也是你没有独立IP的话 都是可以用一下 Windows自带的远程桌面呢 就需要你 有IPv6或者是有公网 其他公网地址 总之是你要通过外网穿透进来 才能够对它进行访问 你当然你直接硬式端口 有公网 你直接硬式端口到3389 也是可以的 总之你 这你还是不管是哪种方案 你都需要从外往访问 需要做一些其他额外的配置 OK 这就是今天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觉得本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 点个关注点个赞 谢谢